我们在北京为您找到了全大陆年纪最小 京剧唱的最好的小花脸 他的名字叫做颜瑞 颜瑞今年只有八岁 他从五岁就开始学京系了 而且还在今年获得大陆京剧少年组赛的冠军 我们来听听他唱两句 来听听 祝福 猫 猫 一 二 三 要成功 干碎鸟汤 在安地里卖药汤 这位刚才看他在表演这个我们唱的大花脸的 不是别人 个也不大 你叫什么名字啊 颜瑞 颜瑞啊 我看他拿个大胡适假发比较棒的 我一定拿下来休息就好了 您这个面具拿下来请我戴一下 这画上去的 这画上去的 别给您画的 我的老师 你的老师啊 你自个儿会不会画 不会画 不会画 但是戏唱的非常棒 非常的棒 您今年几岁 八岁 八岁啊 几公分 不知道 不知道 哎呀 运凉过 那么几岁开始学系的 五岁 五岁啊 为什么这么喜欢唱戏呢 我老看电视演的那个大花脸有气派 大花脸有气派 哇哇哇哇哇哇 哎是吧 是吧 手要这样抖 是吧 那么今天的这个也非常高兴啊 我们也看了这个颜瑞的表演同志呢 也跟他这个一块呢这个做了一个访问 对也聊聊了 那在这呢你是不是也跟我们所有啊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小朋友你也祝他们中秋节快乐好不好 你你你要不要唱的 你要不要唱 好 您唱着 住出台湾小朋友 您用中秋快乐 唱着这样 中秋快乐 哎呀 好忙啊 刚才我们看到是在台北 以及大陆的两个现场 现在呢 我们将箭头指向香港了 我们今天通过卫星呢 为您访问到这位呢 可以说是众所瞩目 在影坛呢 也被称为奇葩的一位影星 那么她是谁呢 豆豆豆豆豆豆豆 是豆是 怎么会来个豆是呢 现在怎么也会访问 这个嫦娥或者兔子 怎么轮到你呢 哎呀 你别急嘛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这一位呢 哎呀 跟我是有 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位啊 她就是小倩 哎呀 在我们这个国内的女明星 到香港发展期的人当中啊 就是她最成功的一位 哎呀 她在这个鬼片当中 所扮演的美女角色 领多少的男时为之销魂啊 领多少的男时为之青岛啊 领多少的男时为之疯狂啊 她是谁呢 她就是王祖贤 我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香港哦 那很想念你们 你们中秋节是不是 中秋节快乐 你怎么连中秋节都忘记呢 那么人家讲啊 这个每逢佳节被私亲啊 我们也很想念你 就像你想念我们一样 王祖贤好久不见你 就越来越漂亮了 那么你一个人在香港呢 独在一厢为一刻 那么又没有亲人陪伴 自己跟过中秋节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呢 因为呢 我一个人在香港嘛 那爸爸妈妈都在台湾 有的时候妈妈会过来陪我 那我每逢这种节日的时候 我就特别感触 我就会觉得好像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可怜 然后也没有人煮饭 也没有人弄东西 那如果是开工的话还好 那不开工的话在家里面就觉得好可怜 找到你一个人在香港呢 就像孤零零这么寂寞 我就不愿陪你 不是 我就跟着把我们工作人员 把我们节目的 我带你们家去出块钱 可以帮你烧烧饭 那刚刚所填到的是这个 你长大之后啊 一个人过激的感受 小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呢 中秋节啊 嗯 嗯 嗯 试一试 哦 小时候就是最怕就是手指的这个月亮 因为大人都说这个手指的月亮呢 会割耳朵 所以说冲冲赏月的时候 手都收起来都不敢指的月亮 只是一直在吃月饼 哈哈 对 这样你这么漂亮呢 你这样会很小心的 千万不要让自己这个在脸上呢 会有什么破相的 那么你要不要再利用这个机会呢 再跟国内的观众朋友再说几句话 嗯 我最希望就是今天是中秋节 希望你们都能够成员 快快乐乐地过这一天 然后还有我的家庭 爸爸妈妈哥哥爷爷奶奶 你们中秋节快乐 虽然我不能跟你们在一起 可是心跟你们在一起 拜拜 好 非常谢谢王祖贤 同时呢今天这个机会呢 非常难得 我们透过电视画面 让在香港的王祖贤 和国内的观众朋友见面 同时呢 也表达了我们对他的思念之情 他也诚挚祝福大家 中秋节快乐 唐员 千亿